天涯了我 离情头上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夜 无灭的周末 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 待不了多久 等假期结束 我就该回去上课了 我看你都瘦了 是不是读书读得有点辛苦啊 师傅 我脸都胖了 圆了一圈了 你呀 瘦成什么样都嫌自己胖 法国人的西餐爱吃的习惯吗 我都自己做饭 师傅 你不要自己做 我知道 我知道你能干 那是 别不看看 我是谁的徒弟 我的徒弟是喝完蜂蜜之后来的 我知道 师傅 你知道吗 我在法国还用苏绣 出了一次封口了 是吗 那些国外的设计师 别提有多喜欢咱们中国各式各样的磁绣了 喜欢的不得了 那是当然 咱们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宝贝 当然不得了了 师傅 是这两个颜色吗 对 是这两个 这里要再补一阵啊 给师傅倒茶 师傅 请喝茶 谢谢 我这次来呢 是想师傅给我参谋参谋 怎么能将这这么好的东西更好地运用 还就是来看我的 这还不是为了唐总的公司吗 你也知道 我现在在他的公司做临时助理 工作上总会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 什么问题呀 说来听听 宋唐新一季的服装主题呢定为水色 我打算用苏绣做几个不一样的挂饰来搭配服装 我目前的想法是 整个服装除了细带和配饰之外 都用的是素素 想不到从什么地方着手对不对啊 嗯 我找了很多图案 那些花花草草 我觉得太俗气了 十二生肖也不合适 福禄寿又太老气了 师父 你觉得琴礼怎么样啊 琴礼 可以呀 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转发 琴礼求好运吗 这个主意不错 可是琴礼这个图案虽然简单 但是想要绣的活灵活现 还是很难的 确实不容易 不过 可以用柯琳针的针法 先按菱形的文形阔度横一针 然后再用短针在横线上扎成三角形 再用左右对称距离相等的短扎针 扣成菱形 鱼眼睛嘛 就用打紫的绣法 看起来会比较立体 配图用的水草就用接针吧 这样既可以藏住针角 还能随意接长 师父 你真是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这样绣出来的鱼鳞光泽度高 到最后一定可以反光 谢谢师父 我一会儿就去试试 好啊 你一会儿去试试吧 哦 师父 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说吧 唐总 唐总正在办公室等您呢 唐总 怎么不早说呀 我这不是想多跟您聊聊天吗 快走吧 以后刺绣的事情 唐总打电话过来就好了 明远的事 我是肯定会放在心里的 我只是想过来看你一下 接来的工作 可能会越来越辛苦了 这不算什么 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 并且喜欢这些东西 那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哦 夏总监发过来的第一批图样 我已经感知出几个绣片了 刚好您来了 可以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啊 我才发现你今天穿的鞋子 怎么跟你一样可爱呢 哎呀 师父在呢 走了 走了 看看效果怎么样 哇 真好看 我之前还担心 夏总监要求的流动感 很难呈现呢 确实是费了很多心思 最后是在几股铜色线当中 掺杂了浅色的线 这才达到现在的光感 还真是不错呀 让你费些吗 哎呀 您太客气了 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接下来不管遇到热化的事情 您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来解决 嗯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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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出汗了 师父在呢 师父是过来人怕什么呀 多不好意思呀